基本上我是没有遇过那样的问题 不过同学遇到的话 那建议各位这样 有个方法 因为蛮多同学遇到的 那我是建议你干脆就是直接去下载 那个目前最新的版本 是那个Python的3.7 那你不如就是怎么样 把它重新下载 然后重新安装 盖掉你原来的那个版本 假设你下载的时候 那你确定一件事 你现在的版本是放在哪里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你这个Pydev里面的Interpreter 展开这边 那如果说我今天放的位置 是C叠的那个Python3632的话 那也许你在安装的时候 你就干脆就把你的那个版本 新的版本也把它盖掉就对了 就是等于是upgrade一个最新的版本 那这样的话 也许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因为偶尔有一些问题 尤其是要装一些外挂 好像就会有同学出现一些状况 那好像后来解决的方法都是直接upgrade一个版本 最新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基本上还没有遇到那种完全不能弱 所以基本上只要按照我的流程这样 应该OK可以把它做出来 但如果难保万一的话 也可以记得就是把新的版本把它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 也许你就是在看它可能开启执行的时候 应该问你说是不是要安装 你就要选这个 手动安装 并且Python3632也把它打勾一下 然后这个不要打勾 就等于是打勾这个 装这个是手动的 那你会发现它里面也会帮你装一些pipe 有没有 有没有 那这个pipe就上礼拜讲那个东西 那你手动之后呢 下一步 然后呢 路径的话呢 就是改成什么 改成我们那个3632 那个 OK 不对 改这个 把它复制一下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把它装到一起的话 那你干脆 就是叫什么 它好像叫三 它不叫3632 它叫3732 那可是如果你装了一个新的位置 那你就变成说 你将来 Eclipse的这个路径 那你就要把它改成3732 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把它直接盖掉 要不就是你换一个位置 重新再抓一个新的版本 这样也就是方案 因为 这种问题的话 可能Niwia里面也会发生 那如果会发生的话 你要记得 就是这样的方法 好像弄一下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OK 好 这部分的话 然后大家 我等一下同学试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什么 上个礼拜 那个 刚刚是把那个 request部分 把它先下载下来 但是问题 没有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 那塞到资料库里面 上个礼拜 我们有个范例就是什么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那一样是connect 一个database 那这个database 反正你就是 如果它已经存在了 它就会自动去连接 所以叫connect OK 那一定会有个SQLite 3 import它 那你会想说 它这个 SQLite 3 如果你需要第一次使用 请你用把它怎么样 把它安装起来 那我们后面的话 就是怎么样 再建一个curse 利用这个curse呢 帮我去建一个table 那之前是member01 然后呢 并且读取那个会员资料 有没有 然后呢 把它reline 一行一行读进来 并且怎么样呢 insert into到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member01里面 不过这种写法 有没有 curse.execute 这种写法是 把它串一个一笔 然后就insert一笔 串一个 insert一笔 那这种写法 它的缺点是 后面 尤其是哪个地方 同学最容易出错的 这边 member后面的栏位名称 values 后面这些 同学光看到这些的话 头都很痛 所以后来的话 我们要改成什么 改成是用execute many 有没有 所以execute many的话 它就更简洁了 但是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insert into的时候呢 记得哦 它一定是 在回圈里面 只是建了一个list 比如说叫list 2 空的list 然后在这边做append 那我讲过 execute many后面一定要塞一个什么 一个list给它 这个list里面呢 必须要有也是一个一个的list 那你就丢给它呢 那你就丢给它呢 执行之后 它就帮你把这个你的资料给丢进去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拿上个礼拜的东西 直接呢 就把网路上抓到的东西塞进去的话 怎么做就简单 因为光看到这些程式的话 我歉意了 以后慢慢你要了解 我还是发现 用复制贴来修改 然后要快 但是你要知道 你贴要贴对地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还要去做程式的正确修改 OK 不然的话呢 你要把资料库放到 把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放到资料库 就很容易发生错误 只要一个地方做错 那当然就会失败了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如果拿那个上礼拜 那个Excute Many的这个范例 然后搬到这边来 等于是说呢 把上个礼拜Excute Many 跟今天的这个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步的话呢 一 一样要Import 一样要建一个Data Base 一样要建一个Table 所以呢 请你把上个礼拜呢 上面的部分 先把它复制一下 OK 那我当然是讲一个最简单的SOP 因为我发现 如果要重新打 我发现很多同学一定会 头都很痛 因为他记太多东西 干脆跟你讲说 你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反正就很容易就成功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一段 因为他刚好是ABCD 多一栏 所以你把第五栏拿掉 所以把它切到这边之后的话呢 你就直接在Import Request下面 第二行贴上就好了 再来做修改 好像会比较简单 所以 这边Import它 然后底下只要改这个 本来叫Member02 那不然我今天希望有个名称改一下 因为叫Puck Puck 假设我今天 增加一个 那个Table 叫Puck 里面有四个栏位 因为我们将来读进来的话 只有四个栏位 所以一栏 Delete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所以基本上 上面这一段 有逻辑很简单 其实跟你用SS差不多 SS一定会建一个 Database 然后你要放资料之前 你一定要开一个空白的资料表 资料表就是Table OK 然后呢 这时候就有四个栏位 OK 所以其实私心 这一段 就是建 资料库 如果有资料库的话 就是去连结 然后建一个新的 Puck的资料表 OK 第二步的话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已经把资料 底下就是去读取 读取完之后的话 它基本上切开来这个List2 所以把名称改一下 也许我不叫List2 也许我叫List3好了 反正我的习惯 等于空的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切割开来之后 那这个切割开来之后 丢给它 丢给它 它是一个List 就是 总共有四 这个List里面有四笔资料 实际上这个四笔资料呢 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 反正项目 然后哪一个 好像捷运站的名称 哪一个精度跟纬度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放在这个List3里面的话 你就是直接在这边 点 那这个List里面 你可以用append的 再把什么呢 这个List2 再串到List3里面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中瓜糊 里面就有一个 再一个中瓜糊 第一笔 够点 第二笔 第三笔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List3 那后面的话 我需要什么 用资金execute many 再把资料 丢到资料 所以呢 切到这边来看一下 哎 有没有发现 insert into 就这个 其实后面 这些都可以把它直接复制一下 所以一复制上面的 二键一个空的List3 把这后面这一串 直接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下面来 那print不需要 所以把print关掉 OK Ctrl加一个斜线 但是呢 你要记得哦 这个SQL语法 全部创好的List 我要怎么把它放在这里 记得哦 这个 先把这个List2改List3 因为之前是List2 再来的话呢 我要放的是这个Pack的资料 这个资料表 所以特别说 insert into 这个资料表 values 特别是哦 我们有四个栏位 就四个问号 你不要多一个 多一个的话一定会失败 好那再来的话 esq many了 esq many跟esq差别 就是都一个many 意思是说可以 批次的直接把资料 全部丢进去 那最后一定要commit 然后close 输入成功 如果假设你这动作 都没做错的话 理论上 应该 一次就成功了 不过这我不确定 所以怎么办呢 试一下就知道了 理论上看一下有没有错误 其实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像 像我上礼拜 跟各位讲 我去考那个 TQC Plus 那个证照 它是90题里面抽9题 100分钟里面要把它 做完9题 其实也蛮刺激的 但真的要非常非常的细 如果要考过的话 不还好 我看一下 我大概花了10分钟 我就把题目全部做完 就交卷了 因为可能也还算够熟啦 而且研习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 可以参考的东西啦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试一下 理论上再check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就可以把它执行 我们执行一下 按OK 所以很刺激的 OK 看一下 输入成功了 那表示说呢 在Cursor01的database 已经有个PAC 而且已经有230的基笔资料 那怎么知道 那你要不就是在底下再写个slate 要不呢 就是我之前讲过啦 你就用什么了 之前给各位那个工具嘛 那个叫Siklize Browser 那把他直接再开一下 Open 然后把那个db这个打开 有没有PAC 有PAC了 ABCD 有没有就有了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改别名称 有OK啦 我只是跟各位讲 真的程式要先 做出 先写出来再说 否则的话你挫折感会很大 我建议是用简单的方法写 那以后你要把它改复杂都没问题 这个名称自己再重新修改 那个 形态你自己要改别的OK 你要用integer用double 用datetime都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我建议你用test好了 最简单 那再来就browse 我里面的data有没有PAC OK 你看全部都有了 而且其实等于就有点像 把SQLite当eSale来用 OK 其实为什么这样用 其实我就把它想象成 SQLite就是一个eSale 有没有 ABC 这个四个栏位 那我insert into就OK 所以基本上 应该不至于很复杂 我已经把它尽可能的 这个流程 只差没有把那个 那一段 贴到那边 你就贴上就好了 我建议你就多多练习 多练几遍 其实就熟练了 并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贴备注意哦 请各位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我大概只有 改了几个地方哦 第一步 有没有 就是建那个database 跟建那个PAC 还有四个栏位 这第一步 第二步就多一个list 第三 这个主要是因为 excuse many需要用到 所以就在这边多一个 然后append它 再来就是第三个部分 其实就是insert into 这样的话呢 一二三 这样就保证成功 资料的话 以后管它是在网路上还是在拿 它通通都可以把它丢到database 那你要在后续处理的话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会有三个地方 你要注意一下 应该 就可以很顺利的 把那个 资料 就筛到database里面去了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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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